鏡頭轉回國內 我們持續來關注長榮機師突破性感染之後 國內在昨天是新增的兩例本土案例 以及4例的境外移入 沒有新增死亡 那麼新增的兩例都是在新北市 而且家住在土城的一對夫妻 太太是幼兒園的老師 她7月的時候 其實已經接種過了莫德納疫苗 但是還是染疫了 幼兒園才剛開學 就要停課兩個禮拜 而且有多達42名3到6歲的小朋友 現在全部都要居家隔離 這也讓家長相當擔心 剛開學不到一個禮拜 新北一家幼兒園 就因為老師染疫全校停課 證明老師的先生家住土城 9月1號出現發燒症狀 4號到亞東醫院篩檢PCR陽性 CT值24當天緊急匡列 她的太太也在隔天確診 出現症狀時間 則是8月27號 比先生還要早 而且CT值偏低97 她是一個幼兒園的老師 接觸的有68人 以及居家隔離有55人 那同時也開始採取 跨學士的通報 確診的太太是幼兒園老師 幼兒園擴大匡列採檢 有42名3到6歲的小朋友 必須居家隔離 教職員工則匡列10人 光是校園部分 總計52人匡列採檢 9月4號開始 必須停課兩個禮拜 由於小朋友無法單獨隔離 因此家長也必須有人陪伴 實際居隔人數可能倍增 剛開始學就有學校要停課 還有小朋友必須居家隔離 採檢家長人心惶惶 面對Delta入侵可能性 地方政府只能用最高規格 防堵疫情 避免破口出現 鑑家會王志文 新北採訪報導 所以我們來看到 現在長榮機市 就是爆發這個突破性感染 那麼有一位 現在已經確定 他感染的就是Delta病毒 另外還有兩位 他們的這個基因定序 預計是今天就會出爐 那現在也說了 有很大的可能性 他們兩位也是感染了Delta變種病毒 那麼指揮中心就說了 未來七天是關鍵的 因為是一個第一波疫情的觀察期 希望呢我們一起是可以好好的穩住 但是我們來看到 國民黨的發言人呢 陳偉傑他現在非常非常的不滿 他就說了這個等於是重演 先前這起華航怒富特的事件 所以證明了台灣的防疫破口 其實就是在國門 而且更是證明了 今年5月的這個防疫破口 不是萬華 就是3加11的規定 所以他已經很明確的指出來 就是國門松散 結果呢導致現在成為疫情的破口 但是不是只有在野黨非常的不滿 我們來看到呢 其實幾組人員 他們現在也是非常的不滿 因為他們很多人現在是緊急的被召回 全部都要送到集中檢疫所 而且包含他們的家人 全部也都要去 但是沒有想到有幾組人員 現在爆料了說 他們在被轉移的過程當中呢 他們不但是不能上廁所 甚至呢還被發了這個止尿布來應急 而且呢送到了集中檢疫所 現在是更不開心了 因為看到他們說這個環境非常的髒 你可以看到有些不明的昆蟲的屍體 包含呢這邊還有一個蜘蛛的屍體 非常明顯看得出來 另外看看這個水龍頭 非常的髒 而且還有嚴重生鏽的一個情況 他們就說了 怎麼會讓他們住在這麼髒亂的一個環境當中呢 所以空服員的工會就提出了 他們就說了 防疫巴士載的是國民不是病毒哦 他們說你集中發尿布 這個讓人覺得非常的屈辱 所以他們也覺得非常的不滿 那我們來看看指揮官陳時中他怎麼說 他就說了發尿布這件事情呢 只是一個預防萬一而已啦 但是不是說他們是一定要用的 所以他是先這樣子來回應發尿布的這件 情況 那麼至於這個環境衛生非常的髒 呢他說啊環境的衛生是自己要做的 居住者自己也可以清掃一下 但是其實應該是一個乾淨的環境給他們 他們住進去之後再自己清掃吧 不是就直接一個這麼髒亂的環境 就提供給這些空服員 所以現在他們非常不滿 大瓦牙蜘蛛和大型黑色昆蟲 屍體散落在房間地板 不僅牆壁剝落床架也生鏽 走進浴室一看水龍頭已經秀實的 近乎全黑 突然被召回隔離的長龍機組員 一看到政府提供的集中檢疫所 竟然是這種環境 見之快要昏倒 環境是無法接受的 這對國家形象絕對是不好的 不是說要去住五星級飯店 最重要的是環境必須要是乾淨的 安心的 各有機組員控訴明明駐台北 卻被送往南投檢疫所 防疫人員發給每個人一片尿布 卻沒有足夠隱私的空間更換 整整四小時車程讓網友痛批 沒得病毒也會膀胱發炎 太不人道了 這是一些不得已的方法 陳時中緩夾 但這些凌晨三點 才從芝加哥返台的機組員 不只得忍受髒暖環境 更不斷有廣播嚇人 本檢疫所為午夜場所 機組員更透露連抱兒子心裡 都覺得害怕 更表示隔壁學姐說房間裡 有很多蟲嚇到不敢睡覺 他自己也精神厚弱 只想大哭一場 集中檢疫所良憂不齊 長龍也緊急和桃園母飯店簽約 從西後開始供長龍機組員使用 待經入住者 就不會再更動地點以防風險 記者周天杰三綜合報導 不過現在又出現了 Delta的病毒破口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他就在臉書PO文 他提到了一名先前 曾經是在隔離期滿之後 回到社區生活的境外移入個案 那麼由於中央的經定序 結果是比較緩慢的 所以事後才知道 原來他也是Delta病毒 就緊急的叫回來 並且採檢確診 那麼現在只好趕快的框了一些 相關的接觸者 希望可以堵住這個社區的破口 那麼對此指揮中心也證實了 主要就是因為技術上有一些挑戰 但是專家會議現在也已經決議了 在9月3號修正解隔條件 只要是境外移入 都會先比照Delta的隔離方式來處理 邊境篩檢嚴防 就怕但魔王Delta進入社區 因為上週境外移入就有12例感染Delta變種株 沒想到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爆出一名確診案例 因為中央基因定序檢測結果緩慢 事後才知道是Delta病毒 緊急召回並採檢確診 這兩例比較特別定序的結果比較晚才出來 技術上有時候有一些挑戰 9位中心證實案154257月14號確診 當時初判本土個案GT值25 3天後改判美國境外移入 解除隔離補驗基因定序 才發現是Delta變種株 直到8月14號才通知衛生局 另外一名檢驗較慢的還有案15508英國籍男子 7月15號入境確診 8月10號確定染上Delta 相隔26天後才驗出來 符合這個結局的條件 社區其實並沒有造成什麼 比較明顯的一個影響 指揮中心說只有兩例 但北市衛生局卻又爆出一例 案15944從美國返台裁檢確診 31號才通知感染Delta 還召回裁檢 我們很怕Delta病毒 進到我們的社區裡面 防防防 絕對不能鬆懈 就是這麼簡單 是2.0版的校正回歸 指揮中心在檢驗的量能 音定序的速度 完全都還是跟不上 就怕成為Delta大破口 指揮中心從9月3號起修正 境外移入個案都比照Delta確診者 裁檢兩次CT值大於30或陰性才能解隔 否則Delta入侵社區將難以控制 記者 林英偉 曹家仁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字幕作成者 李宗盧 今天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